大家好,新年快乐 那过完新年 我们马上作为亚马逊FBA的卖家 你不管是新手 你马上要去订你的第一批货 还是我们要去继续跟供应商订货 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 有哪些技巧你可以使用起来 如果你要跟你的供应商订货 能拿到最好的价格 然后能跟你的供应商持续的一个合作 今天分享7个技巧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第一个技巧我想分享的 就是说你在你的 跟你的供应商去谈之前 首先你要知道 你愿意为这个产品的一个成本价 每个产品你愿意为它付多少钱 你要先计算出来 你要先在脑子里 这样子的话才能更好的方便 你跟供应商去沟通 OK 那首先你要进入一个供应商采购的一个网站 1688阿里巴巴 能知道这个产品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 那有的产品可能是20人民币 30人民币40人民币 但这个同类产品大部分的一个价格 中位数中间数 都是在30人民币 那就是这个产品 就在30人民币左右 然后你再计算出这个产品的一个利润率 那就像我在亚马逊 毕业绝经者课程里面 我教我的学生 都是每个产品 你起码要去赚10美金 那10美金 如果你这个产品是卖30美金的话 那10除以30美金 那你这个产品就是利润率是33% 10美金作为它的一个利润 那另外10美金就是作为一个你这个产品在亚马逊上的其他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这产品出单了亚马逊帮你这个产品配送去顾客家里 同时还有仓储费啊这些 那这又是另外的10美金 所以说你在1688上订货 要必须低于 因为你只剩10美金了 要必须低于 小于等于10美金 小于等于70人民币左右 那所以说这70人民币 还有要包括这个产品的订购价 成本价 每个产品的成本价 还有这个把这个产品 发去美国亚马逊仓库的一个物流费 都不在这里面 这时候跟你去供应商去谈 你就知道 如果这个产品大于10美金 那肯定没法谈了 因为10美金是你的最大能承受的一个范围 70人民币是你最大能承受的一个范围 第二个建议 不是一个非常砍价的一个建议 但是我觉得是很多 我们亚马逊卖家需要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和供应商合作 不是说我们要把价格压榨到最低 他能给我们一个最低价 我们要以一个双赢的态度来进行合作 就是要确保供应商也是有钱赚 那他在有钱赚的同时 你才能做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 你的生意才能 他才能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 最好的一个产品 这样 所以说你要保持 你要 你要以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保证他也有钱赚 所以说不要为了一批货 有时候你要压价 每个产品多压个一块钱人民币 两块钱人民币 三块钱人民币 然后这样去压 但是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可能不愿意帮你去打包 不愿意帮你去贴标了 不愿意去和你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了 你只不过 所以说你要记住 你有钱赚的同时 供应商也要有钱赚 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一想 第三个技巧就是 刚才已经说了要双赢 在一个双赢的基础上 你有钱赚 供应商也有钱赚的基础上 你要跟他讲明 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 那长久的合作是 你之后还是会到他这来定的 不是说是一笔的生意 那如果是一笔的生意的话 那这个供应商 这笔赚你多少钱 他价格他的越高 他能赚你多少钱 就赚你多少钱 对吧 同时以一个双赢的一个角度 你能让他有钱赚 你也有钱赚 也更利于这个长远生意的一个发展 如果他没有钱赚 他可能这一批货 可能是他的一个库存 他库存可以很便宜卖给你 他库存卖完之后 他就不会想和你继续在长远的合作 所以说与一个长远的角度 来看这个生意 能达到最低的一个价格 更长远的一个发展 对吧 你不用持续性的换新的供应商 第四个建议就是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有时候供应商确实就是合作不了 他的一个生产成本 他的一个成本价太高了 就是合作不了 那这时候 你就是如果超过你的心理承受价格 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如果超超过你的10美金 70人民币一个 或者说多少钱 你的一个产品 具体多少钱 心理承受价格 你就可以不要继续和这个供应商合作 就是找另外的供应商 对吧 那找另外的供应商 你跟他已经谈了那么久了 那么都已经整个合作都已经谈拢了 只是他价格谈不拢的话 你如果这时候拒绝他的话 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概率 愿意降价降下来 因为他也浪费 他也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和你沟通上 如果这时候你不合作的话 你们双方都没有钱赚 这时候他反而可能 就是会给你一个最低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如果谈不拢 那你可以去找其他的一个供应商 对吧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要相信他网上标的价格 不管你去阿里巴巴还是1688 不要直接在他网上直接订购 他的一个价格 他的一个价格都是有水分的 都是偏高的 你一定要去讨价还价 他标你30人民币一个产品 他肯定是偏高的 你一定要去跟他讨价还价 一定要去 很多人很天真 直接就是觉得他 都这个供应商什么都还不错 就直接订货 你可以讨价还价 他如果直接标30人民币 你可以往下砍 如果这一次 他非常痛快的同意你 比如说你说25人民币 他非常痛快的同意你这个价格的话 你下一次订货的时候 可以再往下砍一点 因为他非常痛快对吧 他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缓冲的 他把价格标的高一点 他就 他知道肯定会和你砍价 所以说他会故意把价格标的稍微高一点 你要 一定要砍价 不要太天真 直接就相信他网站上的一个价格 第六点建议就是对待供应商 要对待朋友一样 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最起码的专业 不要太直接 不要太粗鲁 要有礼貌 那很多人真的是 他作为一个亚马逊卖家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富钱的一方 他就对待供应商 态度非常的直接 没有礼貌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完全不值得的 因为在 如果你的供应商不愿意供货给你 其实是我们是有求于供应商的 如果你的供应商不供货给你 你能怎么办 这供应商是非常好的一个供应商 他能 其他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他不供货给你 其实你 你能自己去开一个工厂吗 你不能 对吧 你作为一个亚马逊FBA的卖家 作为一个贴 贴标方 作为一个中间商 你不可能自己去开工厂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有求于他 不管是这个生意做得成 做不成 我希望我们亚马逊卖家 我希望大家都是抱有一个尊重 平等 然后有礼貌的一个态度 跟我们的供应商去交流 这样子的话 就算你做不成这个产品 可能你下一个产品 可能就能跟这个供应商合作 一个供应商 他能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产品 不要一个非常粗辱 直接的方式 很多人觉得这样子是一个直接率整 对吧 七个建议 你和你的供应商合作了之后 我非常建议 你把你在亚马逊上的一个销售计划 告诉你的供应商 没有必要长长叶叶的 我希望你把你的销售计划告诉你的供应商 你这个季度 这个季度的一个目标 下个季度的一个目标 跟他有稳定的一个订货 每个目标向上增长 同类的品牌 同类的类目 你会继续上多少一个产品 你期待这个 在这个工厂 或者这个供应商里面 提供什么其他的一些产品 你把这些销售计划告诉他之后 让他明白 他有一个业绩 他有一个稳定的销量 他能稳定的卖你货 稳定的赚钱 把这个告诉他之后 他能非常的兴奋的帮助你 非常兴奋的给你供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去告诉你的供应商 跟你的供应商去交流 不要藏藏叶叶叶的 这样子的话 供应商才能给你提供 他如果兴奋了 他如果能赚钱了 在双赢的局面上 你有利润 他有利润 而且他能有稳定的一个货 能从你这边出的话 他能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产品 最好的出货 最快的出货速度 然后最好的产品质量 然后其他的贴标 这些服务 他都能非常乐情的帮你完成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的建议 能帮助你在接下来 新的一年去跟供应商订货 拿到最好的一个价格 能跟供应商持续的一个合作 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供应商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想要一个更细统的 从0到1的实操的课程 从新手到高阶的一个课程 可以看在下面的 我的亚马逊FBA 绝经者课程的介绍链接 在下面的一个视频 下面的一个描述栏里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